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中就北京威胁惩罚 违反异中的外航爆发争吵 美国之音消息 随着美国和中国彼此考虑提高关税 并采取其他贸易行动之际 近些天在另外一些方面 两国关系也出现矛盾 那就是美国航空公司应当如何表述台湾 中国最近致函要求美国航空公司 不得把台湾和港澳列为国家 否则将面临惩罚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白宫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 中国随后反击说 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必须尊重中国主权 白宫称这个要求是奥威尔市的胡说八道 表示中国向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出口 其审查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作出回击 重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耿爽还说 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遵守中国法律 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白宫发出声明之际 由财长努钦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 经过与中国相关官员的两天谈判之后 刚刚从北京返回华盛顿 此次谈判是为了避免两国之间可能的贸易战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记者说 代表团成员星期一早沉向总统汇报了谈判情况 双方谈判下周继续在华盛顿举行 他说 总统和习主席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正在致力于我们认为对每个人都很好的事情 中国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副总理 下周将来到华盛顿继续和总统的经济团讨论 川普威胁要对最高达1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 北京方面则列出了针对500亿美元 美国商品的报复清单 白宫此次发言声明之前 中国民航总局4月25日 致函36家外国航空公司 其中包括多家美国航空公司 要求这些公司从其网站或者其他资料上移除 显示台湾、香港、澳门是独立于中国的领土标识 将上述地区列为中国领土 否则将面临进一步惩罚措施 香港和澳门分别是前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现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 这两个特别行政区保留着自己的行政和司法系统 台湾自从1949年内战之后 一直处于自治状态 被北京视为反叛省份 台湾总统蔡英文发推说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抵制中国矮化台湾的企图 近几个月来 北京一直向外国公司施压 要求他们停止在网站和公司资料中 把台湾立为国家 否则他们将面临中国政府的惩罚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达美航空因为在其网站上 把台湾和香港澳门立为国家 而向中国发出正式道歉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 共同主任前美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 对美国之音说 如何界定台湾的政治和法律地位 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 他说 这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公司 乃至任何公司之间的事情 他指出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恐吓和打压台湾 美国政府应当顶回压力 他说 这实际上是试图改变台海现状 对此 美国政府应当反对 他还说 我不肯定 奥威尔或者政治正确这样的说法 是我会使用的字眼 他解释说 很多美国人明白 奥威尔和政治正确这种说法的含义 但别的国家很多人并不一定十分明白 他认为 如果使用中国人很容易明白 而又不那么刺激的说法会更好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有关与台湾关系的叙述 美国在1979年的美中建交公报中 对台北的外交承认转向北京 在公报中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美国国务院有关美国双边关系信息介绍的网页中 中国和台湾分开列在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国家和其他地区之下 有关香港和澳门的信息 由中国网页内的连接点入 另一方面 美国议员继续推动支持台湾 虽然中国反对 美国仍然向台湾出售数亿美元的武器 今年3月 川普总统签署了参众两院 不分党派无意义通过的台湾旅行法 鼓励美国与台湾官员进行高规格交流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